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慈悲 让自己快乐 那叫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小和尚 他坐在地上哭 满地都写了字的废子 老和尚跑过来问他说 你怎么了 写不好 老和尚捡起几张说 写得不错嘛 为什么要扔掉 又为什么要哭啊 小和尚说 我就是觉得写得不好 我是完美主义者 我一点都不能有错 老和尚说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完美吗 拍拍小和尚说 你什么都要完美 一点不满意就生气就哭 这反而变成不完美了 小和尚把地上的纸剪了起来 洗了手照镜子 然后洗了一遍又一遍 老和尚问 你这是干什么 不停地洗 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 这个时候小和尚说 我有洁癖 小和尚说 我容不得一点脏 你没有发现吗 每个师主走后 我都把他们坐过的椅子也要擦一遍 这叫洁癖吗 师父说 你嫌天脏 嫌地脏 嫌人脏 外表虽然干净 你的内心反而有病 倒是不干净了 小和尚要去化缘 特别挑了一件破旧的衣服穿 说 为什么挑这件 师父问他 你不是说 不在乎外表吗 小和尚有意跟师父捣蛋 所以我就找件破旧的衣服 而且这样 师主们看见我小和尚穿的破衣服 才会同情我 才会多给点钱呢 老和尚说 你是去化缘还是去乞丐啊 师父瞪大的眼睛说 你是希望别人看你可怜供养你 还是希望人们看你有为 通过你去度化更多的人呢 老和尚圆聚了 小和尚成为了主持 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 拿着医药箱到最庄最乱的贫困地区 为那里的人去治病 洗农患药 然后脏兮兮的回到了山门 他总是亲自去化缘 但是左手化来的钱 右手又接济给了穷人 他很少待在禅院 禅院还是旧的 但是他的信众越来越多 大家跟着他跑上了山 下海到最偏远的山村和渔港 去度化众生 他说师父在世的时候 教导我们要什么叫完美 完美不是求这个世界的完美 而是求心灵的圆满 师父也告诉我们 什么叫洁癖 洁癖就是帮助每个不清洁的人 让他们心中干净 师父还开始我 什么叫化缘 化缘就是手 使每一个人的手能牵着手 彼此帮助 使众生结为善缘 小和尚说 什么是禅院 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 而是要在人间 东西南北都是我弘法的所在 天地之间就是我的禅院了 学博修心不是要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 而是要增长智慧 智慧增长了 你就不会再痛苦了 境界到位了 世间的这些利益就会存在 一切的圆满 智慧是解决人间烦恼的金钥匙 我们学博作人 碰到人间的苦难都会想不通 历经很多磨难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实际上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 在苦难中 学习自己的定力 在烦恼中 掌握自己的心智 平衡心态 不求名不求利 好好地活着 一生不生癌症 家庭平安 没有车祸 没有进监狱 平平安安地过一生 这难道不是你一生的成功吗 感恩大师大悲的观星菩萨 感恩卢台长 我是1977年的蛇 想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 77年的蛇是吧 对 有灵性有一个小孩子啊 你钓过孩子的 我还没超度啊 我今天好像 没走掉 还没走掉 还在 还在 OK 你把它念掉 它主要是两个手 拉住你的颈椎啊 你的颈椎很不舒服 还有我家的佛台 你家的佛台还可以 家里走进来暗了一点 里边还蛮亮的 对 对 对 现在这个佛台 那一边是窗户 对 是的 我觉得你家里走进来啊 靠右手边有一个房间气场很不好 你要把它弄弄干净 进门之后啊 右手边 进门的右手边 有一个鞋柜是不是啊 对对对 一个鞋柜 鞋柜在过去呢 这间房间呢 对对 这个里边很脏的 是吗 有灵性 里面有灵性 你要给它念17张小房子 好吗 好 你可以帮我调整一下功课吗 你说吧 你多念心经啊 心经念21章 21遍 大悲众念17遍以上 好吧 你主要有个问题 你这个人疑心病太重 而且你非常的敏感 very sensitive 听得懂吗 所以你要改掉这个毛病 你怀疑人家 怀疑着自己叫睡不好 饭吃不下 你很傻的 每天多念心经 请关心部下帮我开智慧 明白了吗 好 好吧 你人不坏的 傻傻的 人家对你好 你掏心掏肺对人家好 人家对你不好 你骂死人家了 明白了吗 可以看看我的前世吗 怎么纽约的华人 都喜欢看前世啊 看前世 你自己没感觉啊 男人 是男的 你看看你像不像男人了 做动作 做事情都像男人 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小男人 你要自己要 气量大一点 你听得懂吗 你就是上辈子不舍得 所以你这辈子 赚点钱非常辛苦 很不容易 听得懂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晚年会很好的 因为你现在开始修 晚年很好 因为你的上辈子 到了晚年的时候 你有修心的 所以这就是你的缘分 小丫头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念你磕头 拜佛很长时间了 听得懂吗 佛缘是有的 但是没有找到门 听得懂吗 还有啊 不要以为太聪明啊 聪明饭被聪明物啊 大姑娘 明白吗 OK 还有我的事业 可以看看事业吗 事业要随缘一点呀 脾气太大 太敏感 我刚刚讲你这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敏感 你永远不要太敏感 边上有人讲你什么 什么也不要去管了 你就自己好好做你的事情 明白了吗 你自己就是 说个头发要看 有这个人喜欢我这头发 那个人不喜欢 那个人讨厌我 你这个都不要去想 听得懂吗 对 一心好好地学佛念经 你就好好地做一个 老老实实的 人家不会欺负你的 明白了吗 嗯 知道 我想问一下网人那个 叫什么名字 李五妹 木子李 第二个什么字 当人盘这边是一二三四的五 五妹妹妹的妹 李五妹 李五妹 外婆 我上次念了七章 她也没收到 收到 有收到 她现在在阿修罗 在阿修罗 我告诉你 我看了她清清楚楚 眼睛有点点扣进去 头发有点花白 扣进 凹进去 对 眼睛扣进去的 而且头发 收完后缩的 花白 是是是 阿修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她现在已经在阿修罗道了 ok 好 谢谢 她你七章是太少 她到阿修罗道是自己上去的 不是你那七章小房子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想问问她 去张小房子怎么操作得上去呢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好 问完 好吗 好 小姑娘 气量要大一点啊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我感恩观神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如师父 请问 一九九七年 属牛的 两年前曾经看过图腾 自闭症 脑子出问题了 对 我看见她这头牛 一直在原地转来转去 对不对啊 对 我看见有个小男孩 年纪不大 头上有皱纹 在她身上 我想问问 她妈妈打太过没有 打过 这个小男孩在她身上 而且这个孩子长得比较大了 才打掉的 对 鼓掌 现在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不要随便杀生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做人杀生 你一定 就会有报应 所以 我告诉你 这个小男孩 现在就拿他 在他身上搞他 让你们两个难过 明白了吗 请问师父 还有多少张小胖纸 还有四百三十张 感恩师父 好吧 你给他多放点声吧 已经放了两文多条 还会继续再放 我告诉你 这个小男孩经常 抽他 打他 他会经常抽筋的 是的 鼓掌 现在大家知道了吗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明明当中 你们看不见的东西 就不存在 空气看得见吗 风看得见吗 电看得见吗 它全部都存在的 所以菩萨看不见 都是存在的 所以鬼也是的 你们感觉啊 很多人到一个地方 哎呦 冷冷的 后背节 好像冒冷气 这个全部都是有灵性啊 这个孩子有救 你现在给他 一共念了几张了 已经 大概 一千四五百张左右 但是去年有问过 反复 好过一段时间 他现在有反应 比以前好一点 看见了吗 现在这个小孩子 蛮厉害的 我看这个小男孩 很厉害 就放不过他 骑在他的身上 我告诉你 他经常啊 自己喜欢爬 在地上爬 对 对 你知道 他在爬的时候 其实在后背上 就有人骑在他的身上 就那个小男孩 明白了吗 你们叫他起来 他起不来 现在明白了吗 很可怕的 所以灵性一旦上升 就很可怕 所以要好好念经的 要赶快给他念掉 你们有点拖了 而且你们家里 有人许愿吃素吗 我们都吃全素 十几年 十几年是吧 他也吃全素 你的太太 我两个 对 赶快念吧 你必须在 今年年底之前 今年年底之前 必须要念两百八十张 现在要念掉 好的 没问题 好吧 可以的 没问题的 台长给他加持一下 他会好很多的 请问是不是他其他的业障 还需要多少小朋友 刚刚不讲过了 那只是一个灵性吗 还是说 就是 噢 业障是吧 对 一起的 先把灵性念掉吧 好的 好吧 好的 业障还要八百多张 感恩师傅 他没什么大问题的 你们家里啊 灯亮一点好吗 灯太暗 这个佛堂的灯吗 就是客厅里边的灯 家里走进来 一定要亮 走廊 而且家里 家里要弄盆花 在当中 家里没有好的气场 好的 感恩师傅 好吧 佛台还可以 佛台有菩萨来过 感恩师傅 还有那个 观世音菩萨来过 观地菩萨来过 诶 怎么还有弥勒佛来过啊 你拜过弥勒佛吗 是的 以前的道场 感恩师傅 很好啊 对 现在家里很好 家里也蛮漂亮的 小孩子的房间啊 叫她不要乱 墙壁上不要乱贴东西啊 那是我另外一个女儿的房间 她现在都是跟我们睡 哦 怪不得了 对 我们都会把那些土壤都不取下 镜子不要照 把红破灰造了不全的 好的 明白吗 好的 好了 请问一个一个亡人 叫什么名字啊 叫姓伟 这伟大的伟 没有这个人字旁 对 姓什么 伟 伟 伟大的伟 我知道没有一个单元 没有人字旁对 欲是那个三话王一个点 欲哦 对 伟育 琴 这是钢琴的琴 伟育琴 男的女的啊 是你的八月 今天八月王上 刚刚走掉 对 伟育琴 伟育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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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上去了 在阿修罗道 哇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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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感恩 不错 好吗 感恩 舒服 嗯 是你家里的亲戚是吧 没有 是 是供修主里面一个修心理法门 大概两三年 教掌好好念啊 还能再上去了 好的 好吗 好吗 这位 郁勤走的时候啊 腰和腿都不好 嗯 好的 好了 好了 很多人因为杂念太多 慢慢的远离了智慧 慢慢的做错了更多的事 而且在轮回当中不断的犯错 那么他造成的就是一辈子的后悔啊 那有一些人碰到什么事情 他有小智慧 他有小智慧 小脑筋 啊 头脑很灵活 啊 小聪明 很多 记住了 啊 小聪明容易犯罪 容易犯错 啊 大聪明 那就叫智慧 所以动小脑筋 就是 小聪明 所以很多人 师父经常讲 你不要动小脑筋 你实实在在 别人相信你 你实实在在 别人爱戴你 你以为自己动的小脑筋 可以骗别人 实际上你的智商是非常的低下的 现在的人哪个笨呢 现在的人哪个人不懂啊 你使出来很多的雕虫小技 在人间 在单位里 在跟朋友 交朋友当中 别人怎么会不懂啊 所以实实在在 你就是变成大智慧 否则就是一个小聪明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人总是在这个世界上 想出很多事情来投机取巧 哎呀 这个我可以动点小脑筋 这个我可以想办法 这个我可以动 怎么 最后的烦恼就跟着来了 因为任何人只要 没有大智慧 他动出来的都叫小脑筋 那么慢慢的智慧 没有的话 定力没有了 定力没有了 那么就走错路了 所以学人最基本的 要学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是什么 就是要有智慧和定力 你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一个有智慧的人 跟人家说实话 别人会把你当人 看 一个有圣人般的智慧的人 别人会把你当圣人看 整天动的人间的小脑筋 出着鬼点子 别人把你当一个小人看 别人把你当一个鬼看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一辈子不能成功 因为他把别人都当成小人 把别人都认为可以欺骗 可以隐瞒 那么最后一失足 才能成千古恨 所以你想平稳的 过上你的一生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小事情要把它当成大事情来做 大事情要把它变得更认真的去做 每一个人你都不要看别人 看到别人好像 哎呀 不会知道了 不容易知道了 别人都非常非常的有智慧 你这样你才会拥有智慧 就像下象棋一样 你找一个人给你对垒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人水平很低的 很快的 你轻敌被人家将军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 今天人家告诉你 是一个非常有脑子下象棋的高手 那你可能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有时候做人简单一点 反而让别人更加尊重你 吃的简单一点 你的生活会比较充实 用的简单一点 你会不贪不求 如果你没有定力的话 你平时的平稳的生活 都很难维持 因为你没定力了 你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你什么都想要 到最后 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修得好一点 靠的是智慧和禅定的种子 修心修到后来 要把种子修出来 所以师父经常跟弟子讲 你有没有慈悲的种子 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很有智慧 这个种子会继续发芽 继续光大 所以当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不停地生出的都是智慧 当一个愚蠢的人 他想出一个愚蠢的点子 你再叫他想一个 他生出来的还是愚蠢的点子 在家里有时候不开心 没有关系 因为他都会过去 我们不能老纠结的 有一个年轻人抱怨自己的妻子 哎呀 我的老婆今天最近怎么变得忧郁啊 人们非常沮丧 常常的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我叫 并开始骂孩子 我太太过去不是这样的吗 这以前没有发生过 他无可奈何 就开始找借口 躲在办公室不想回家 这一天 他磨磨蹭蹭地回家途中 碰到了惠明禅师 惠明禅师看着他一脸沮丧 就问他 小青年你怎么了 这个青年回答说 师父 我为了装饰房间和妻子发生争吵 他说 我很爱好艺术 我远比我妻子更懂得色彩 我们两个人为了房间的颜色 大吵一场 特别是卧室的颜色 我想起这种颜色 他一定要那种颜色 我不肯让步 因为他根本不懂色彩 判断力的大和小 强和弱 这个时候惠明禅师说 如果你妻子要把你办公室重新布置一遍 并说原来布置的不好 你会怎么想呢 这个青年人说 那我的办公室 他不能怎么布置的 对了 你的办公室是你的权利范围 而家庭以及家里的东西 则是你妻子的权利范围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他的厨房 那他就会有你刚才的感觉 好像受到侵犯似的 当然在布置你的睡房 最好双方意见一致 如果要商量 妻子应该有否结权 青年人恍然大悟 回家对妻子说 老婆 你喜欢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吧 这是你的权利 随你的便吧 妻子大吃一惊 丈夫怎么突然之间改变呢 丈夫解释 说是一个长老开导了他 是他错了 妻子非常感动 两人商量之后 言归于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而且还总是自以为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 所以应该做的是 尊重别人 宽容和包容别人的选择 所以善于 宽容和包容别人的选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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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